這個是 升旗易得道的特備 當晚遊行完 回來錄音 現場我們也有幾位跟我們 剛才一起遊行的網友 今天有我和Johnny 這位嘉賓Joe 大家好 因為我們也知道今天一定有很多人 所以也預先呼籲網友 可能在 中途加入 因為如果 在維園出發的話可能要等很久才開始出發 今天遊行由 中午開始已經有人了 很誇張 那些人數 是每一個地鐵站 都是不斷地封 最初聽到封銅鑼灣站 租位銅鑼灣站出發了 封了D出口 就逼你去F出口 然後銅鑼灣站已經爆發了 就封了這個 他應該是最早說封地鐵站 他應該是1點多 2點鐘警察就已經說 這個 ABC就不可以走 就要去EF出口 他跟我說 封了的時候 中環站就開始封了 就不可以走 就要閘住了你的人 然後我們的其他網友 都陸續向我們報料 他說 天候也是2點多已經封了 然後 人們要在炮台山出發 我們網友3點多報告 就是炮台山走過來 維園 天候走已經很舒服了 因為行銷多的站 然後炮台山也不止 有些人要 推到北角過來 因為網友已經知道中環站已經太多人是由觀塘線過來 也是很誇張 直至我們現在錄音的時候 現在是快10點了 錄音的時候 龍尾就說過了修盾 9點鐘龍尾在修盾 那麽現在呢 我想會接近走到 我們剛剛走還在中環的時候 還是看到周圍的路 也看到一條路 金鐘的情況 人數就好像佔中 剛剛發生之後 是的 整個金鐘都是人來的 人殺人海 金鐘道基本上全部都是站滿人的 走去政府中部那幾條路 也是全部站滿人 剛才在這個8點多的時候 曾經就有幾個男子 企圖衝出去 海庫中心對出的下角 企圖衝出去 被警方制止 然後 警察抓住了一個人想拉走 被其中的示威者搶回 然後就逃脫了 拔胡椒噴霧 也被他救了那個人 警察也想抓住一個人 當然要 但是抓不到 其實今天大部分市民 都很克制的 很克制的 我們說一下 我們其實也約了網友兩點半去新生喝茶 以前要新星 現在說了什麼 真辛苦 我用了一個半小時 我都沒有辦法 在中環 香港站過來 銅鑼灣 因為所有路都封了 搭不了 地鐵搭不了 那最終你怎麼來呢 跟著丁丁搭不了 然後坐巴士 巴士都改了 我差不多是去到維園 近於維園的海皮那邊下車 就再走過來 我知道了 在避風塘那邊 在避風塘那邊走過來 我們等了一個多小時 阿John尼才到 我們就喝茶喝到 喝四點半左右 賣單就插隊 太早了 不過我們下去 也算早了 因為我們應該是第一批 接近最頭的批 我們差不多是最頭批行員 最頭批行員 因為Tony有經驗 通知我們的網友在這裏 查樓查追 吃到差不多了 我們才插隊 我們企圖在鵝頸橋插隊 是不成功的 因為那裏有很多人 跟警察爆發衝突 警察又不讓你插隊 警察的態度很惡劣 一度我沒有跟他們衝突 他把那條索帶撞在我身上 你看到成鬥時政策 星雲鎖鏈綁我回去 我真的想說髒話 你跟阿Sir說 我會避免私信你 很離譜 簡直是襲擊市民 你現在可以抄下的號碼 我沒有做任何事的 他是硬拿帶撞我回到路邊 因為我只是站了出去 我只是打算過馬路 因為我們到時走到天樂里 想插隊 但是 在過馬路途中 兩個人過去了 我們其他大隊 就是你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約會三十個 就是那條毛利撞 阿Sir說 如果你回家就可以走到對面 如果你不是你打算入隊的話 是不行的 他這樣說 我回家 但無奈我也回不去 所以我就 先插隊 但我們看到這樣的環境 我們又回到你過來 因為我們等機會 在另外一邊的馬路 就等了 等機會 我們是團隊的 然後我們當時一行有三十人 我們喝茶有三圍桌 然後 我們就看到 開始有人鼓噪 因為警察 就留了一條東行線 你才是東行線 其實就不是所有人 實在是太多 到了那時候 那些人鼓噪 然後就把鐵馬全部推倒了 剛剛就是我們走出去的那段 不夠十分鐘 推倒了鐵馬之後 那些人 就開了陸線 人群就比較昏躁 當時 那些人都不夠膽 衝出來住 還怕警察 因為有警察過來 後來那些人都被罵了 只有兩個警察 你做了什麼 群情又洶湧呢 過兩分鐘就不夠 那些人就衝出馬路了 我們就順勢 跟著馬路人一起走 都走了一個多小時 走到五點多了 我們走到五點多就到了金鐘 差不多到六點多才去到正總 差不多 接近走到兩個小時左右 我們都未能成功去到正總 因為那裡 打了射頂 金鐘其實就軟悶了 金鐘基本上過不了 塞滿了 因為現在是 東西行的行車線都封了 因為初初開了一條 不夠 人多到頂不上 全部都衝出去 東西行都封了 變成 我們一條隊 即是西行線就可以去正總 東行線突然間 在那個叫明都那裏 即是那間 分流了 其實我覺得警察是有秩序 有目的的 把你的人群分散了 讓你走 是的 其實也有很多人走 但是 那麼多人走都還堵得那麼爆 其實今天 我們的推算是一定是超過100萬的 以03年 七一大遊行 基礎來計算 和過往 近這10年我們去的七一遊行 是沒有那麼多人的 完全沒有一次 差很遠 其實我記得 最深刻就是 2012年 梁振英上台那年 那年已經是近年最多人的七一 當時民陣 報了45萬人 因為他在03年 50萬人 他現在不可能多過03年 但是 我們其實 搞得很厲害 當日 搞得很厲害 那麼之後呢 2012年好像是衝進中聯辦 之後我們有兩萬人殺進中聯辦 那時候 最後當然是解散 沒有在那裏再進一步的事情 但是 那時候的人數 我跟今天比 差很遠 今天是很多 因為 地鐵由中環 癱瘓到炮台山 然後 九龍過來的 就在旺角 15分鐘停一站 現在才去到油麻地 他隔了15分鐘到油麻地 然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過到來 那你想想 尖沙咀都說要封站 有多少人才可以把天星小輪都要排長 才可以過到來 你想想 早上我們上班的時候 他其實每天都說有一百幾十萬人坐地鐵 都癱瘓不了地鐵 今天有多少人坐地鐵呢 今天就癱瘓了 你想想是不是真的過百萬人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數 就癱瘓不了地鐵 建制派有些人撲出來說你們重複乘過去 然後有些很聰明的 猜你們只有 20萬 是否20萬 雷頂明猜了 2.1萬 3.45分 你做給我看 幾萬人你做給我看 你請回來 full time 都癱瘓不了 夠金鐘站 我相信 如果 走過的市民每天都會拔他這條頭髮 他連老婆也不夠被人拔 即是拔雷頂明 當然是拔雷頂明 他把老婆抓出來也不夠拔 一人拔他一條頭髮 有些人說正常的 因為有十萬條頭髮 他全家都拔不完 都拔不夠拔 他拔了其他毛也不夠拔 一定不夠拔 那裏是相對少很多的 這個人是壞腦的 電子叫雞 一個人通常 會用支付寶繳雞的人 通常都是這樣的 然後 我們再看警方公佈兩個數字 初步 高峰期在維園 15.3萬人在維園起步出發 他這樣說 我亦不能說他100% 因為很多人在中間插隊 問題就是 15.3萬人從何時開始計算 你只是計算3點 然後9點才離開的人 統計不了 因為他公佈了數字 是很早的 3、4點就公佈了 到9點才離開的 是沒有計算的 因為這個數字 不是9點給出來的 下午已經有了 還沒有計算的 還沒有計算的 所以那個數字 基本上是得淡少 說真的 誰會相信他 用一個最科學的方法 就是跑馬地跑夜馬 8萬人 如果錯滿的話 通常都不會滿的 跑馬地 6、7萬人 其實半個小時就散了 從馬場出來 半個小時就沒有人了 整個馬場 那麼你想一下 現在 搞到9點鐘 龍尾還在修盾 修盾頭場 那人數 你自己笑成一下 成了十多倍 會有甚麼出奇 是沒有可能的 一定是百多萬 在金鐘離開的時候 還會看到 8點多 8點半 這次的人數 是遠超 03年 03年7日 超越 應該超越 因為地鐵沒有那麼爆發 所以這次 對整個局勢的判斷 確實不同了 因為現在是 前所未見的情況出現了 當初沒有想過的數字可以去到這個地步 因為我們 看著那個遊行人士 很多一家大社出來 帶小朋友 推嬰兒車 很多是年青人 在讀書那些 你看看的樣子是不夠20歲的 全部都是十幾歲的 這班人還要連同學連群結隊一起出來 還有很多 其實是遊行初歌來的 從來未出過遊行的 近年的遊行也少啦 多人的遊行也少啦 最多的是一二年 但今天比一二年多 我們親眼看到的也感到的 這次真的看到滾雪球效應 我們自從六四晚會看到有30萬人之後 18萬人之後 我預測到一定是會加進去的 你連六四晚會 從來也不算是多人去的 今年是多得那麼厲害 我們平時有很多空位的地方 我們都站滿人 已經預計到6月9日一定是會多人的 現在的雪球不單止是雪球 現在開始這樣搞 林鄭已經是雪崩了 那個壓力一定會帶得很厲害 希望政府就聽到我們的訴求 先不說訴求 站在林鄭 歷史的角度 現在他超越了梁振英 這一刻 他超越了董建華 追著鄧小榮 我們剛才在討論 他已經有機會拍得住鄧李洋集團 因為當初5月多的那次是89年 我記得是5月27日來的 那次有100多萬人 在整個港道區 都堆滿人 那麽你想一下 你真的過了 今天大家就在那邊說 你贏了 董建華和梁振英都被你贏了 你一件事推就可以恐一百萬人上街 超越一百萬 我想問大家 如果現在梁振英出來跟你說 我也是這個八婆 搞不住的 你們是不是很壞 不捨於無用 你們說 現在是不是開始懷念我 其實他真的想撲出來 其實他昨天已經撲出來的 氣油彈事件之後 氣油彈事件跟我們推測一樣 補充 除了一樣東西 我猜不到一個人按鈎也只是用自己的車 這個人可以解釋 這個人很想上位 他跟某社運人士一樣 他當作是存CV坐牢 所以 他很明顯 這個人坐完牢出來就會競逐這個 坐管職位 他要給政綱給你 你有沒有 扔氣油彈 向警察總部扔那個人 給CV 我以反政府來說是一個英俊的 不只是反政府 他說我挑戰權位 誰敢 向警察總部扔氣油彈 所以 他一定是有機會 到時出來做坐管 你拿個政綱出來就比了 誰跟他都比了 理念 理念就是向政府說筆 我們不要抹黑反警察的人 不要抹黑反警察的人 就等同變了黑社會 很危險啊 這個黑社會 是有些叫做反社會人格 不過呢 我們遲一點再說 這次很明顯 真的沒有猜錯是梁振英的那個勢力 我們也猜是不是 小桃園法局裏面的幫派成員 或者高佬那一陣子的失業 跟我們的估計是一樣 跟那邊的力量的人 Exactly 誰當然不知道 那邊的力量就是想 第一 當然是想搞一下林鄭 你再看看梁振英的Facebook 很多天都沒有說過 再去到這件事發生 貿易又撲出來寫Facebook 對呀 很明顯這件事好像是他策劃那樣 好像剛剛搞完要立即出帖 警察也很快要破案 我當初也說了 我猜不到我們那天正在錄 還沒製作完成 已經抓了人了 還沒上載 還沒上載 還沒弄 還沒出完 原因就是這個傻子 自己搭自己的車去開工 原來他早幾天跟警察撒過氣 就是駕駛的車 警察有紀錄 有個Benz是他的Benz跑來的 有個Benz跑來的 是不是這個樣子呀 還有 最好笑的是 警察在他家裡撒了兩個 那兩個其實是沒有份的 看到新聞知道是他做的 就在家裡探望他 誰知道被警察撒了 那兩個應該是無辜的 據說 火燒喉蘭 央級次序 聽完 聽完 不知道啊 他這麼說的 那輛車不是只有一個人的嘛 你不要聽他說的 那一段攝影機也拍了最少兩個人 我肯定啦 一股學仔被人抓到 被油彈一個開車 最少兩個人 你股學仔被人抓到 怎會這麼容易說真話 傻的 你怎麼行股學的 那就是 他這麼說 他的版本 我們引述他的版本 好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研究一下 什麼都還沒說 什麼分析都還沒做 只是說回憶了那麼多年的遊行 下一節分析一下 真的有點激動 下一節分析一下 究竟他們現在 林鄭這一刻在想什麼 跟他們的一件事 應該會看 我們不是 有一個人的 有一個人的